施气在哪 臭在哪 抠臭 夜臭 脚臭 送你四个方 驱使灭四臭 酒失人必臭 施气最臭最熏人 大家好 我是沈医生 施气治病有一个特点 那就是臭 施气停留的位置不同 引起的臭气也不相同 今天我就来教你一招 驱掉一身施气 跟体臭说白白 第一个 脚臭 表现为脚汗多 有异味 哪怕天天洗脚 还是脚臭 甚至还会涨水泡 搔痒 褪皮等等 那这可能就是湿气下注所致 因为湿性下驱 下注到双脚就会形成脚气 这个时候就要清一清湿气了 如果只是单纯的湿气 可以参考一个深灵白珠散 如果有热症 那就需要清热力湿 可以参考一个二妙丸 第二 口臭 口臭一般都来自于脾胃 脾胃运化功能失常 导致食物不能及时消化 停留在胃里面 胃气上泥就形成了口臭 同时还伴有口干 口苦 爱气 反酸 胃痛 烧心等症状 大嗝的时候能明显闻到一股食物腐烂的臭味 这个时候可以参考一个饱和碗 第三 叶臭 表现为叶下汗多发黄 有一股骚臭味 还会伴有心情急躁 爱发脾气 五心烦热 失眠多梦等症状 那这可能就是湿热困于肝精所致了 因为肝精的经络巡形经过叶下 所以肝精湿热那就会导致叶臭 可以参考一个龙胆蟹肝丸 最后一个会阴臭 无论男女如果下面异味比较重 男人会伴有阴囊潮食搔痒 女性会出现代下亮多 色黄异味重的情况 那这可能就是湿热下注影响了下胶气血运行 从而产生了异味 那这个时候可以参考一个八正散来清下胶湿热 好了 今天关于趋势的内容就分享到这里了 希望能对你有所帮助